整股昏迷病人貼甲鬚麻醉絲玩出禍 皺眼看以為是黑幫大哥 其實是剛剛做完手術 麻醉藥還未過的女病人 她在美國加州這間醫院 做了十三年採購 前年在醫院為手指做手術 誰知麻醉絲趁她昏迷 就搞搞震 幫她黏眼淚和鬍鬚 叫護士拍照 還以為啞爾德斯會覺得好搞笑 不過啞爾德斯看完之後 氣得爆覺得被冒犯 認為她們肯定在自己昏迷的時候 還有拍其他不聞惡搞照 決定告醫院侵犯私隱 案件排期在下年一月審理 至於攝氏的麻醉絲和護士 被停職處分